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生活提示 近期网上一些健身博主都在推荐 能让健身效果倍增的辅助用品 比如在运动中使用爆汗服 震颤仪 可以加倍燃脂 戴阻力口罩运动 能快速提高心肺功能等等 那这些辅助用品 真的有助于增加健身效果吗 它们是否适合日常健身时使用呢 记者在电商平台搜索发现 像爆汗服 运动足养口罩 震颤器等运动辅助器材 月效量都不少 在爆汗服商品页面中 商家宣称 穿着它运动能消耗更多的热量 那爆汗服真的有助于减肥吗 爆汗服在体育界 它是用在急性减体重 这种体重的减低是水分的丢失 而不是真正的热量的丧失 也就是说我们的脂肪含量 不会减少 而且爆汗服呢 它不容易体内热量的散出 容易导致大家在运动的时候呢 中暑 不太建议一般人 用穿爆汗服的方法 来控制体重 在体育领域 爆汗服多用于摔跤 柔道 举重等比赛前 选手们通过急性减重 来实现体重达标 而我们日常健身 如果穿着爆汗服 不仅无法实现减肢效果 还可能对健康不利 除了爆汗服 还有一类宣称 可以快速提高心肺功能的 运动足养口罩 那它适合我们日常健身用吗 这个方法呢 在体育界是有使用的 在使用过程中 是逐渐增加这种缺氧的比例 密切观察心肺功能 直到找到一个比较匹配的 理想的运动强度 它的优点呢 是可以用比较少的肢体活动 就可以获得比较好的心肺的强度 所以呢 一定要在指导和测试的状态下使用 也要很谨慎 运动足养口罩 使用时 一定要有专业人士的指导 而且不适合佩戴它进行剧烈运动 一些有基础疾病的人群 更要慎用 另外 网上热销的 还有一类宣称 可以通过振颤的方式 增加健身效果的产品 有物理类振颤 还有微电脉冲振颤 那这些振颤器 真的有效吗 振颤器来进行健身呢 它是可以起到 加强局部代谢 让局部动起来 也就有助于局部减脂 这个作用是能够达到的 如果要是在运动的状态下 还有振颤 会有一个更好的效果 如果您家也有这类的振颤器 建议是边运动边使用 比如贴肤在腹部的同时 做仰卧起坐 这样可以实现 健身效果的叠加 但专家再三提醒 微电刺激 强度要循序渐进 否则可能给皮肤 带来刺激性损伤 那除了借助辅助器材 有没有一些更适合大众的 提升运动效果的方法呢 第一个 我们要选择全身性的运动 再有一个呢 就是锻炼的安排 也就是说 高强度运动一段时间 然后呢 低强度运动一段时间 想要实现运动的短时高效 首先 您可以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 选择全身性运动 比如跳绳效果 就要优于慢速跑 而慢速跑 要优于健步走 另外 您还可以采用 间歇性训练方法 比如跳绳时 可以快跳一分钟 再慢跳一分钟 交替进行 骑车 跑步 走路 也可以采用这种 快慢结合的方式 让您在短时间 达到更好的健身效果 好了 服务观众 服务生活 您可以登陆央视网 或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 央视频 搜索生活提示 了解更多节目内容